作法的传讲 法轮长转 诸位村这个法轮长转 因为我们要讲经说法 要偏偏讲经 就要法轮长转 那个意思才太小了 这个再转的多 有没有用说 人是要在你心里头长转的 这个长转 一个是静静的意思 一个是降伏烦恼的意思 这才真正叫法轮长转 自己才能得到 真实的收入 然后讲经说法 是帮助别人 希望大家心里面 都有法轮长转 同法就是目的的事情 自己心里面没有法轮长转 那依然是生死反死 无论你怎么修行 都叫做盲修下令 用这个轮呢 有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 我们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自己修行 这两个意思都失掉了 所以怎么样 辛苦的修行呢 没有成就 第一个意思是运转 运转就是进进不歇 各位想想 能的作用就是要动 他要不动了 那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他一定要动 迟到一定要进进 不能够懈怠 不能够休息 第二个意思 催眠 催眠就涨上脑 我们这个心地破贫 这一年就好像 那个亚路基一样 他从这个路面走过 把地都压平 他能从我们心里面通过了 把我们心地烦恼都压平 取这个意思 我们每一期文法 中间拜佛 有没有把我们的烦恼 心气给他降伏住了 降伏其心 催眠就是降伏 把他压住 所以这两个意思重要 这两个意思 在一个修行人来说 一分一秒都不能够离开 无上大法人就是讲 念佛往生进度 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头 第一法门 真正不上法门 因为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一定要晓得 要断烦恼 要消业障 这个法门 消业障 断烦恼 都在一句佛号之中 只要你真正念佛 那个心是求生净土的心 这种心念佛 念念 专烦恼 念念消业障 最精进重要 修行人 最宝贵的是时间 时间不能浪费 分分秒秒都得用在刀上 念佛人 分分秒秒不离开阿弥陀佛 心上有阿弥陀佛 口里有阿弥陀佛 每一天 没有其他的思乎 要拜佛 拜佛 消业障 断烦恼 消业障 大家懂得 断烦恼呢 拜佛的时候 你心里头没有咋念 烦恼就清 智慧就伸张 佛号 从心生起来 从口念出来 这耳朵再听进去 再回归到自信 无人念佛用这个方法 他能学习 心里头念 耳里头听 出声不出声都没关系 自己听自己的佛号眼神 外面的杂念进不去 叫都十月六根 今年相继 这个里头 有一个诀窍 必须要把外人放下 对外面事情不关心 只照顾自己的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 把他照顾好 因为一分心 佛号怎么这样 进不留了 杂念去耳耳带吃 这个经验就断掉了 就不能想及了 所以必须要把外人放下 外人随他去吧 要常常这样想 我一心灭意 就是求极乐事情 其他事情对我不相干 好很好 不好也好 对人对事对无 欢欢欢喜喜 就是一句佛号 静念相继之心 那就是 灭念不离阿弥陀佛 做一个真灭佛人 决定的神经路 不要想自己有什么烦恼 心系业障 不要想这些 就像阿弥陀佛 烦恼 一样不断 自己断了 不消 自然消了 就这一句佛号 真实不虚 古来这些祖师大的 称这个法门第一法门 静宗学人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所 心安在极乐世界 时时时不能离开 心不在极乐世界 那就大错 他错了 极乐世界是我们 安稳住 一句佛号 是我们 现前的 安稳住 现在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所 心里头 只有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我念念不理阿弥陀佛 口 深深不理阿弥陀佛 做给人看了 令他深信心 令他不舍佛号 法门唱歌 这个生命 无光辉 又压制 把佛华的真理 佛华的功德利益 这很短 介绍 推荐给 其中生 这叫做 法门唱歌 要把我们自己 得的这个好处 得的利益了 介绍给别人 希望他也能得到 这个诗 在一般讲的 就是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不一定在讲开始 你们在家里 家里来了客人 谈话聊天 可以跟他 讲几句佛华 把佛华介绍给他 出门 在车上 在公共坝坝上 电车上 遇到同修 也谈谈佛华 不但 自己得利益了 旁边有很多 从乘车的人 你两个人 穿佛华 他们听到了 叶利尔根 迎威道中 一把佛华 传给他们了 善侨方便 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 遇到人 我们就一问你一答 就在那种唱戏表演 演给大家看 佛华就 弘扬出去了 无量寿经上 所讲的 慧于众生 真舍之力 这都是 一个孽佛人 要牢牢记住 日常的生活 除世 拜人 介乎 必须要遵守 这个教训 要认真地 把它 做到 这个才叫做 一佛 孽佛 可见的 义佛念佛 绝对不是在 嘴皮上 要在心地上 在生活上 在行为上 去念佛义佛 这样才能够 与佛相应 齐心动人 是阿弥陀佛 别人造作 也是阿弥陀佛 宁命 不离阿弥陀佛了 我们就真的 受用了 这个受用 无与 无别 为什么 你得到的是 新路世界 你清净的是 昂州府 佛中之王 纯善的前途 都不离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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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不离阿弥陀佛 我许不离阿弥陀佛 我许不离阿弥陀佛